拉罗和甘拉甘拉布两族证明案 圆明会上个月在高雄再度召开说明协调会 说明两族证明最后一道程序 必须先跟周遭的族群厘清传统领域的疆界 避免自治法通过后产生土地的纠纷 拉罗族人表示 面对各族群传统领域都难厘清 但手上有保留定所有权 要求证明跟土地分开处理态度不变 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张所有权状 那我们的传统领域真正的是在临班底 跟国家公园里面 那如果在这个部分 如果中央严明会也好 内政部也好 国家愿意把那些我们过去所调查的 传统领域还给我们的话 那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讲到这个传统领域 我是希望我们中央 就到此结束了 不要再谈这个了 你谈这个我们就更感觉到难过了 嘎那嘎那夫族的孔月忠认为 目前全台的传统领域已经调查完毕 但圆明会始终没有公告 要求民族为或证明的他们提出传统领域的疆界 是强人所难 整个台湾的原住民族传统领域似乎 我还没有看过说 有已经确认了或者是公布出来了 那整个国家的传统领域没有决定之前 我们的主张会算吗 当然我们的主张就不能算数了 你有身份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跟相关的部门 或者是我们周边的族群来做对话 我想这样是会比较好的那个方式 由于传统领域的划分 跟未来原住民族自治有连带关系 高雄市议员和纳马夏区长都释出善意 认为目前邻近的布农族群 跟喇罗和喇喇喇吾都有共识 就是先证明再厘清传统领域 将来也会谈到所谓的台湾原住民族的自治 就看这个政府谈自治 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这两个族群务必先证明 不要再跟传统领域在绑架 宪法的原住民专章 还有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也施行九年了 都一直在在的凸显了 要尊重在地原住民族群的生活的意愿 而且它又是一个单一的 各单一的族群 是应该先让它证明 应该证明其他的问题 以后再用对话的智慧来做慢慢的处理 4月18号行政院长江仪化和原民会主委林江义 在立法院院会被巡使 都没有提到传统领域公告的时间表 原本原民会预计最快4月就能报请行政院审查 两族证明案是否能够如期审查 还有待观察 接着男友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